瘋狂的举动一定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大城市 绝对的极端的隔离清零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政治安全 所谓的社会要稳得住 那就要给个借口 实际上就是给你戒严了 然后让你准备好吃草 现在你睡在马路上 你是不是觉得很习惯了一丁 在比一年前 未来马路都让你睡 现在你睡集中营 在那个地上你觉得很窝囊什么 未来集中营都不让你睡 就不允许你进城市 像山里边当你的野人去吧 然后呢就是准备好对台湾 一定是闪电战斩首 卖台贼怎么配合 刚才那个红袖柱不已经说了吧 欢迎中共尽快处理台湾问题 共产党要在台湾实施 它就一定斩首 不能让你折连失机出现 另外一个绝对不让你电和水还能活下去 它又把你所有给弄黑了 第三就对着年轻人 它就把台湾的年轻人一定给你斩首出根 这是我跟共产党的沟通当中 我是很了解的 他们说伊拉克 他说我还是美国人 我进伊拉克就把伊拉克这个主给他毁了 南斯拉夫的时候 他就认为南斯拉夫这国灭了 他说咱应该把南斯拉夫这年轻人给弄来 这不是开玩笑的 美国日本能及时应对吗 不能 肯定不能 我们希望美国强大的原因就是 美国越强大世界越安全 美国越强大世界 他虽然在美元这个事上霸权上太过分了 这割久了太过分了 但是美国强大对全人类都是好事 但是他能不能及时呢 因为他资本主义 还有美国现在的内部的政治斗争很难 很难